第四季 开播就火药味十足 三十六位哥哥带着个字的故事和梦想 在这个舞台上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有人说 这一季的看点是哥哥和弟弟的对决 也有人说 是初代哥哥的回归 但要说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得是这位 阿如纳 眼神杀人于无形 这位哥哥有点东西 初舞台上 其他哥哥都在和观众热情互动 只有阿如纳一言不发 眼神锐利地扫视全场 那气场 仿佛下一秒就要掏出一把砍刀 弹幕瞬间占了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个是来真的吧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压迫感 确定不是走错片场了 这是狂标剧组吧 节目组也很抖 后期直接给阿如纳配上了监狱大门打开的特效 还打上了刑满释放的标签 这波操作 直接把阿如纳送上了热搜 连一向淡定的锦楼都忍不住吐槽 我有点怕她 感觉她随时会改我腰子 反差萌拉满 原来你是这样的阿如纳 随着节目的播出 大家发现 这位狠角色似乎有点表里不一 夸起队友M 阿如纳是毫不吝啬 一口一个哑帅 但夸完还不忘补一句 我也很有魅力 我长了一张国际脸 这密之自信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 阿如纳私底下竟然是个社恐 借个酸奶 都要先在群里发消息报备 生怕打扰到别人 和不熟悉的人聊天 更是全程左顾右盼 名嘴皱眉 把人被迫社交的尴尬演绎的淋漓尽致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反插萌也太可爱了吧 阿如纳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求求节目组多给阿如纳一点镜头吧 歌声惊艳全场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别看阿如纳在舞台上杀气腾腾 其实她内心深处 藏着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在节目中 沈腾惊喜现身 为阿如纳加油打 还透露阿如纳一直有个音乐梦想 原来 阿如纳在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之前 就已经是蒙古族青年和唱团的领唱 甚至海拔师思琴高娃学习唱歌 这是力妥妥的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啊 虽然在合作舞台上 因为种种原因 阿如纳的表现机会不多 但她仅仅用一句独唱歌词 就惊艳了全场 那充满力量的歌声让人都起来了 退赛传闻引热意阿如纳还能走多远 正当大家期待着阿如纳在节目中继续披荆斩击的时候 却传出了她因为档器问题 即将退赛的消息 消息一出 网友们瞬间炸锅了 纷纷表示不能接受 没有阿如纳的皮歌斯是没有灵魂的 芒果台你做个人吧 别让我们失望 阿如纳的去留 成为了皮歌斯最大的悬念 她能否克服困难 继续留在舞台上 她能否突破自我展现更多面的自己 让我们拭目以待 阿如纳的出现 未披荆斩棘的哥哥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她用实力和人格魅力征服了观众 以让我们看到了皮歌舞台上的更多可能性 无论最终阿如纳能否成团 相信这段经历都会成为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综艺披荆斩棘第四季 一公组队时分两轮进行 没有再像皮歌斯那样完全按照 个人喜爱度排名向后一次进行选择 这个规则的创新很好的避免了上一季出现最弱组的尴尬 皮歌30出舞台结束后开启一公组队时 先是公布一公歌单 之后完全以哥哥们的喜爱度排名进行单向选择入队 排名在前的哥哥优先选择 如此人气高的哥哥选择全变多 基本都是挑实力强惑人气高的队长 成员入组 偏偏诱鬼使神拆的优手里容浩的麻雀没有人气高的哥哥看上 到处于排名中层的哥哥选择队伍时未必免一轮游 更是有意避开麻雀去抱高人气哥哥大腿 于是就出现尴尬的一幕 排名最后的四位哥哥马小龙 蓝正龙 许绍阳 郑嘉颖不得不走向麻雀 因麻雀族整体人气低 综合实力相对其他族也弱 所以一公舞台排名毫无意外的垫底 出舞台排名就垫底的许绍阳 郑嘉颖也随之淘汰 如果再按照皮歌三义工的组队规则 皮歌四可能会重蹈覆辙 而这样的规则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毕竟人气低的哥哥不等于实力差 要有多个舞台给他们展现不见得会被淘汰 所以到了皮歌四 节目组为增加竞争公平性 特意分两轮组队 第一轮是选防妖人 让队员按照个人喜好在贴了标签的八个房间中选择一个进入 随后队长有四次进防邀请队友的机会 之后是第二轮阵型补齐 第一轮没满缘的队员在第二轮补齐阵型 这一轮不再是队长与队员互相选择 而是队员选队伍 队伍不可拒绝 在这样的规则下 第一轮选择完成后就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皮歌三义工组队规则的坑 何况歌曲还是组队完后再公布竞选 就更能避免上季一弓的尴尬 上季一弓没有给八个舞台都匹配队长在组队 而这一级先是根据集火小组赛 极限个人赛两个出品舞台总分值最高 个人喜爱度排名前二若有各个与出品舞台总分值 最高者重叠则顺眼以及各个投票选出八个舞台队长 在组队八个队长人气都比较高 七个个人喜爱度排名前十 而没进前十的扶龙飞也排在第十二名 所以单队长选择完就避免了麻雀尴尬局面 接下来的选房妖人 队长们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幸运 锁进房间全是高人气哥哥 也不可能表现得那么明显 只要高人气的哥哥 向李克勤选人时就不看重人气 在徐海乔和演艺宽之间选择时 徐海乔的人气其实更高 但李克勤选择了出舞台打动过自己的演艺宽 选择沈正轩时 哪怕沈正轩排名垫底 还是选了他 因为他们都来自港瑜 纵号的人气也不高 按照李克勤的情况 其实可以争取个人气更高的哥哥 但看到秦号没多考虑就选了 而人气不高的哥哥未抱大腿 可能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争取 进入实力人气兼具的队伍 当队长面临这种情况时 即使内心拒绝也不可能真的表现出来 所以第一轮选择完后 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类似麻雀这样的弱组出现 到最后一轮组队时 因一公分哥哥和弟弟团PK 队伍赛也是团队赛 反选队伍的哥哥冲着队长 或考虑到同盟关系 在选择队伍时 也会有意让各个队伍实力均衡 向排名14的焦麦奇选择队伍时 除了以满园的石凯队伍法进入外 其他三队都能进 单冲着胡夏唱功和人气 加上胡夏一人孤零零坐那里 可能担心进入胡夏队的人 是弟弟团里的最后三名 便选择了胡夏队 以幸好叫麦奇选择了胡夏 不然胡夏带着排名30名 级以下的宁环宇 王毅哲 恐怕很难在一宫拿到比较高的火力值 展望未来 我认为李克勤极有可能成为 本季P哥的最终冠军 但更重要的是 他的参与为整个节目注入了一针强心计 提升了节目的专业性和观赏性 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以克勤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如何在强者的阴影下 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突破口 将是他们面临的最大考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